农历八月桂花香 因为今年很多地方气候异常 桂花盛开 整整推迟了一个月左右 桂花是墨西科墨西鼠的一个统臣 桂花在生物学上中文名叫墨西 因为树干的纹理像犀牛的皮而得名 当然墨西也分为很多的种 又因为叶片叶脉的纹理像汉字的龟 而且是墨本就称为贵 贵和富贵的贵同音 有吉祥富贵的寓意 大家就更喜欢称墨西为桂花了 桂花在中国已经有25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了 上海经南山经历就提到了 招摇之山其上多贵 其实桂花原产我国西南一带 在北方越冬困难 据说桂花的幼苗期经过保温措施 长大以后就可以越冬 北方的朋友们 你们那里有桂花吗 当然桂花被引中到南方大部分地方以后 深受人们的喜爱 于是人们对月球上形似桂花术的 隐隐戳戳的环形山 展开了奇思妙想 淮南子里有月中有桂树 然后唐代断城市的有阳杂祖里说 旧言月中有桂 人姓吴刚 西河人 学先有过 折令伐术 说汉朝人吴刚 成仙过程中 抽老千 就折令他就砍树 只有中秋这一天 金桂飘香 休息一天 于是桂花来自月亮的传树 就越传越神奇 李商引的月中桂树高多少 试问西河 卓树人 桂花树就显得更为神圣了 以至于晋武帝 司马延 问高地后的公务员大省 山东人 戏身 你自我评价怎么样 这要想拿到一个大老板的offer 是考验人的时候了 这就像现在面试的最后一关 大老板单独问你 你的理想薪资是多少 当你的脑海里 在2500和3800 做思想斗争的时候 戏身却说 成有桂林之一只 昆山之片玉 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 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 在很多人认为 戏身吹牛过头 会被pass的时候 司马延大笑 并给了他走成像的offer 所以禅宫折柜 就成了对考取公民的称呼 其实老板认可你 说啥都是正确的 不认可你 最后一招只是推辞的借口罢了 打工人们 对不对 关注我 等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